大家好,我是五仔 最近你們看到欺凌事件 就覺得有些女性很慘 我們找到一個最慘的女明星跟大家講講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張文慈給我的感覺 在亞視的時候就不太耀眼 但始終亞視真的沒什麼女性 也算是二線中的一線 來到電視 電視沒什麼看電影 就經常被人強姦 整套戲都被人強姦 誰知道原來人生中更加慘 小時候被同黨打 第一次失身被人迷姦 原來經常被人強姦 即是說他演戲 原來說話說多錯多 在亞視被雪藏 也被狂迷不停騷擾 後來就慘得要回大陸直播大貨 但就紅不起來 也被網民網報 唉,真可憐 至今仍然嫁不出 張文慈的樣子也挺漂亮的 雖然不去到一線明星大 也是漂亮的姐姐 為什麼會弄到這樣呢? 人生為什麼這麼悲良呢? 我們交給窮飛龍看看 謝謝大家,我是飛龍 今天我想說一下張文慈 很多人在眼中覺得張文慈是一個性感女神 因為通常她拍電影都是偏向那類的 不過她的遭遇都挺可憐的 至少父母離意 小學時經常被人欺凌 17歲時遭迷姦 當年她跟記者說過這件事之後 還被電視台雪藏 又自爆自己慘遭過全裸虐打 又試過被一個內地影迷不停騷擾 騷擾不是普通的程度 絕對可以去到極級 而且這個影迷是一個女人 不是男人騷擾 是女人連女人騷擾女人都可以很厲害 最近有一個報道說是受多次強姦 究竟這些事情是真還是假呢? 究竟內女又如何發生呢? 今天我們都一一否釋一下 張文慈有段時間演出也挺豐富的 除了初期在亞視上演出 近幾年也很多次在大台演出 不過近三年我好像不覺得她 少了在大台演出 反而見到在電影中有去份 例如今年的風在氣時又見到她 她入行其實是在96年那時參加亞視 當年在總決賽中還獲得最完美體態大獎 最後還打到她前八名 但三格不入 但不要緊 之後也有很多出名的戲友訓言出 其中有肥貓正傳、中環四海 而我最有印象就是我和君思有一個入會 她自己都說最喜歡這套戲裡面的角色 尤其是第二輯 她覺得今未來這一個角色 比較像她自己本人的性格 現年51歲的張文慈 她小時候很早就父母離意 她一個單親家庭獎蛋 靠爸爸一個出去賺吃 家裡除了她之外還有一個姐姐兩個弟弟 一共四兄弟姐妹 主要都是由媽媽去照顧 可能至少缺乏了母親 所以總是覺得不夠家庭溫暖 她小時候也不太懂得自己保護自己 最慘是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經常被一些不良分子欺凌 例如試過打到流血、鼻吐口水 甚至迫她喝拜神的燒酒 當時有個老師幫她報警 還抓了一群飛仔去警察局 但問她是否告她們那時候 她就害怕 不敢告她們 怕她們之後尋仇 結果怎樣呢 她就繼續被人欺凌 所以惡夢就是從此開始 她說是小時候 說這樣經常被人打發 難免自卑心就越來越重 越來越怕事 不敢跟別人聊天 我猜她當時有可能有這樣的反應 但其實當時欺凌她們 都是大兩三歲的同黨 如果計算的話 應該是四五年八的人 整個小學都被人打 讀完小學之後好一點 所以到她現在 大過了之後 她見到一些學生 被人欺凌的新聞 她就會很生氣 她覺得被人欺凌 真的不好忍 怕事只會惹來 最後助長她們欺凌 更厲害 在她的經驗中 就是這樣 另外在2007年的時候 受訪陳益術過 17歲的時候 被人遭過迷奸 不過當年就不像現在 有很多Metoo的運動 被受各界關注 當年這個報道出來了 就被人好像 覺得她是不是在搏宣傳 好像戴了有色眼鏡 這樣質疑她 其實她說 那次也不是說 訪問來的 不過呢 閒談之間 跟她的記者朋友 聊天的時候 說了這件事 那時候又忽略了 說了 說得出 記者一定會報道的 就是因為這樣 竟然可以被阿士去雪藏 很多時候她身心都受重壓力 因為其實她很多時候 都負負家庭的負擔 即是她不可以 完全沒有工作 因為她還要看著家 那段時間呢 出街都好像怕被人指三 說死 她那時候就不輕戴口罩 她就說 試過呢 是戴一頂很大的帽子 戴著太陽眼鏡 那頂好像大到 遮到樣子 看得很清楚 即是出街都怕被人認到 那時候還試過想過自殺 直至七至八年前 那時候呢 靠一些信仰才讓她自己改變 那透過一些見證分享 才慢慢走出自己這個陰影裏 那她呢 其實已經入了二十多年了 那她說到最初呢 要做一些性感的戲的時候 其實她也有點抗拒 但你知道當時新人入行 她又不是很懂得怎樣保護自己 你見她小時候也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人家見她做什麼 她就做什麼 還有那個年代呢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演技好 還是怎樣 試過一次做壞的女人 出了街就周圍被人罵 有時候有人看她的樣子 好像都很惡 好像壞壞的 所以當年來說 她自己內心都很大矛盾掙 當年她又不是很懂 適應怎樣去輸解壓力 很多事情又不知道怎樣面對 所以剛剛入行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開心 她自己說她自己都浮沉沉沉了這麼多年 什麼角色都做過了 現在對她來說 其實已經看開了 知道做一個演員 其實沒有執著做什麼角色 有得給她做就去做 總之在她的能力範圍做到 她都不會介意去看那個是什麼角色 那就沒有辦法了 不夠紅就一定是要這樣做的 紅的就反過來會選劇本 那反過來她反而 希望人們不要誤會她 即是不要覺得她做完這些角色 是不是演得太好 即是來做一些性感 壞人 就代表她一定是發酵發燈 壞到出質 我記得她那時候 演功心計二 心功計都演得不錯 說實話 即是她 早幾年的時候 經常在大樓見到她 最主要 有一段時間 其實最主要就是 ATV 當時就整班 亞視演員 除了她之外 還有萬爾文 陳偉 陳展鵬 最後這一群 藝人全部都過了TVB演 當年在腦表畢業 在裡面演了一位女教師的角色 她也蠻喜歡這個角色 可能很少真的做教師 做到都是像壞人份子那些 說實話 其實現在都51歲 而這個年紀 都還沒有結婚 有時候我都想 是不是因為她17歲的時候 即是 信錯了人 當時是被她的男性朋友落約 引致失身 這個很不愉快的經歷 令她之後很多年 都一直其實不信 只是想隔離的人 自己的形象價值也非常之低落 所以她為什麼要去學泰拳 也是想保護自己 她現在有信基督教 送養也很大的幫助 對她來說 剛才也說過 在幾年前 她試過被一個內地極癡情的粉絲 騷擾 這位粉絲還是一名女性 真是騷擾了她幾年 還要越來越過火 導致她最後決定要報警 前前後也有三四年 最初這位女粉絲 只不過是在她的活動裡 撐場支持 之後是否開始 始終賣術 經常對著她 要求一些無理的要求 例如說要去一些工作的休息室裡 和她一起進去 又說要坐保姆車 她一不開心就不停地罵她 久而久之她這樣做 即是影迷這樣做 她當然想疏遠她 越疏遠她 越更加變成另一個人 還試過叫一些男人 在她家樓下等她 哇 這麼有錢 真是可以叫馬仔 而她身邊認識什麼人 走去案他們 還周圍跟朋友說 包括女藝人和監製 就算她一走去電視台投訴她 她說她的事真是誇張 即是誣蔑她很多 又說她騙財騙色 又說她騙人錢 搞到她沒有了錢 即是不只說她個人騙 說她家人 全家人都騙她錢 還好笑 又說殺了她的孩子 又說她搞到流產 但她從來都沒有抬過B 而且她是一個未結婚的人 所以有時候真的猜不到 即是是不是愛的另一面 就是恨 還要是一個瘋狂的女影迷 我真的好奇 最初我想問一下這個影迷 你是看什麼戲之下 喜歡張文慈 還要喜歡得這麼誇張 還要喜歡到這樣 要對你的偶像 一定沒有好處 雖然我知道有些人的性格 是喜歡特地去挖苦你 即是令對方覺得她有存在 記得她的 但這個一定是完全錯誤的選擇 愛的偶像方法 那時候張文慈自己也覺得很困擾 在一些社交平台不停發文 不知道是不是高登連登 周圍散幫留言 還跟過去的廣告客會說 叫人不要用她 其實張文慈是否在一個名格上 有些問題出現了 因為她小朋友的時候 已經經常不停有 一些這樣的遭遇出現 我都想大家網民可以留下言 為什麼張文慈特別容易有 這樣的遭遇不幸遭遇不停發生 說回近年 很多時候她都去了內地發展 由前年開始 很多時候她就在上海裡 做一些直播大課的工作 不過在去年的1月的時候 又宣布跟公司解約 之後又離開了上海 但是不代表她 沒有做內地的工作 仍然有在內地工作 去年我看到她在社交平台 有分享過她搬到廣州定居 除了她說她內地的生活之外 也有說到 在香港的演員 在內地的新宣史 其中她剛才還沒有說 在上海的時候做過直播 加盟那些大貨公司 那段時間她就是放棄香港市場 那8個月她又做 柬貨、被告、銷售、客服務 什麼都親力親為 可惜她的直播期間人數 也不是很多 也只有幾百人 加上有些網民質疑她 說她普通話差 嘲笑她人氣低 甚至說 喂 我不認識你 令她那時候 真的崩潰到 有些爆哭的跡象 當時張文池還發文過 大生辛苦 不但直播時間長 還搞到有時候 聲音沙啞 還要不停穿著不同服裝 同時又要介紹和回應網民的問題 但最慘就是收入沒有想像中 還有外界趕到那麼高 她還說下世還是不要再做直播主 所以後來她才決定和這家上海公司和平分手 轉戰去廣州發展 廣州也好 話畢都是說廣東話的地方 都是說自己熟悉的語言 由演員轉到主播 生活上有什麼好大的改變呢 她直言就說 哪一個人都有些錯自己 慶幸她現在這個年紀 還有工作 她已經很感恩了 她說在香港做演員賺錢 除非她真的很紅 否則生活也不是很容易 她說自己經歷了一段失業的時間 她有一段時間都很迷惘 應該是由阿士撿掉之前開始 那時候在阿士已經開始沒什麼做 年紀又不小 又未結婚 那時候三十幾歲的人 好像都沒有什麼路可以去走的感覺 另外還有一個壓力就是家庭壓力 她還要一個人養三個家 好像人生去到絕望 那樣 她又覺得自己根本又不像一個明星 有一點點高不承低不就的情況 真的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她沒有結婚 為什麼一個人養三個家 她裡面又沒有細節說她養哪幾個 她說自己去到內地發展 就當自己一個新人 什麼都重新再學起 對啊 即是有一個平台給你發揮 算不錯了 好像我們現在網上說新聞 起碼也有一個平台給我們發揮 可以有份工作先 不過她說她現在經過這麼多人生經歷 再演戲應該比以前演得更加好 更加有氣味 希望有機會可以再演戲 不要好像以前那麼眼淺 有機會給到她 她又不會珍惜了 因為我看過她在一個訪問 她說以前有一個挺好的經理人 當時真是說給她演一些電影的機會 但是她當時沒有珍惜了 之後這個經理人就捧了另一個 那個真是真是很紅 只能說有時候 這個行業 看你可不可以把握到她的機會 把握不到就沒有 很多人都是把握過一剎那機會 有很多人都錯過 我看以前有些artist 80年的時候 有得演電影 反而不演 就去做電視節目 還要做兒童節目 我不是說周星斜 周星斜是反過來的 她是很想演電影 但是被人冤枉了做兒童節目 但是當時有人反過來的 明明是已經在做電影 還要做男主角 竟然害怕自己能力不夠 去做兒童節目 也有 說到她自己也拍過不少經典的電視劇 不過她說現在香港的電視劇 尤其是電視劇 沒有那麼多人看 她也有一點點感慨的 但是慶幸她也可以吃著 說劇是水味 所以有些人都認識她 至少還有些代表 再可以跟人說一下 好了 至於怎樣看她還沒結婚呢 她都說 哎呀都50歲人 那又怎樣 還沒結婚又怎樣 有時候她覺得 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 如果你叫我 如果要找個人結婚的話 說真的 她要結婚真的很容易 不過她想不想跟那個人結婚是另一件事 只能說她是喜歡一個自力更新的人 不去靠男人 以後我也很欣賞她 在這段影片開始的時候 她好像 除了 十七歲的時候被人埋奸之外 有些報導說她經常被人強姦 什麼呢 經常被人迫去拍強姦戲 也說過 當時她有些事情真的不太願意 或者看錢吃飯 你看她都 演過幾套電影 擺明那套電影 簡直是叫強姦 有時候演戲很慘 你被人定了形 是演那一類的 就不停被人叫你演那一類的 就好像羅樂林那樣 不停被人叫她演死 你明白嗎 現在變成這個年紀 這個年紀 你還在演強姦戲 那些人開始 不是那麼巧去看 這樣才可以轉型 希望她現在都轉型成功 今天娛樂圈新聞就先講到這裡 以後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